大家好,接下来我将向大家介绍一下StockTrack里边的一些基本功能 其中包括如何去买卖股票和页面中的一个dashboard它的一些基本功能 然后在我真正开始之前 我想先向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在StockTrack里边注册账号 首先当大家点开我们私会学院给大家发的链接之后 你们会直接达到这个页面 所以说第一块EnterChallengeName这一块它是自动会出现的 然后接下来大家就填一下自己的账号信息 这一块比如username这一块的话 就大家按照自己平时的喜好就是写一些字母或者数字的组成 然后这一部分就是它的密码 然后第三个就是它的再确认一遍你的密码 然后接下来关于个人信息这一块 首先大家先把自己的姓名中的名写到这一块 然后第二个框是写自己的信 然后这三个部分就是你的出生年月日 比如第一块是日 然后这一块是月 然后这一块是年 这一块的话 Are you in a team这一部分 它也是自动会出现的 就是直接会出现一个no 所以大家不需要做选择 然后接下来大家写一下自己的email 就是邮箱账号用来跟这个stock track去做连接 然后这个second user和second email这两部分是不需要大家做填写的 这一部分关于所在国家和州 大家可以选择比如美国或者中国或者其他国家 然后这一部分是关于性别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真实背景情况来填写 接下来关于大家的学历背景的话 这一部分大家都是高中生或者是本科或者是硕士或者是PhD博士 然后这个就是按照大家自己的真实背景情况来填写 然后之后这一部分是大家的专业 如果这里边如果现在还没有上在在上大学的话 就是大学前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填写一下自己在今后大学大学中想要想要学的专业 这里边包括金融经济会计 然后市场营销还有管理 然后还有其他 然后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或者自己以后想要学的这个专业来做选择 关于这一部分 大家就可以直接写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 如果是没有上班那就写not entering job market 然后或者说已经上了班的话 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真实收入水平来填写 但其实这一部分就不是很重要 大家可以随便填 接下来 接下来这一部分的话是你今后想要想要去考取什么证书 比如说会计证书 CPA 然后比如说CFA金融金融证书 然后或者是其他证书 或者这一部分也是按照大家自己的意愿去填写 关于最最后两个问题 这个部分大家就直接可以选择no就好了 这部分也不是很重要 然后在这一块的话 我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第一个这个checkbox给点掉 因为这个是你就是你要一定要就是认同人家的这些法律法规 然后这个第二个框的话 就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填写 所以点或者不点都可以 然后最后点这个summit就是提交 然后这是关于注册的部分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下真正的stocktrack的主页面的一些信息 首先当你首次登录这个交易平台的时候 你将会直接被带到这个dashboard这个页面 dashboard就是这个这一部分 然后这里边有有很多很重要的信息 比如说announcements这一块 这个是就是你们的老师会给你发 给学生发送一些信息 然后这个message from your 你的老师也是老师会给你发送一些课程相关的信息 或者一些什么公告 然后这一块第三部分 是recently uploaded documents 这一块是老师会会在这里上传一些 比如说课件 比如说那个课程大纲什么的 就是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课程相关的文件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下 py chart这一块 这个丙图 这一块的话 它是按照资产资产类别 按照这个行业类别 然后按照这个公司的这个公司的symbol 然后接下来还有特定投资公司的这个规模来组成这个py chart这一部分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ranking snapshot 这个这一部分也是挺重要的 在这个页面页面里边 它包括它的主要 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给告诉大家 呃 就是整个班班级里边大家做做这个 呃投资的最后它的一个ranking就是它的排名 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my watch list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是为了告诉大家 呃你可以在这里建立你自己关注公司的一个列表 然后关于这个top gainer和top loser这两部分 它是呃就是整呃就是来体现涨幅最大的股票和跌幅最大的股票 呃你如果想要想要找出一些那个交易的思路或者策略的话 你就可以从这里找比如说每天当日呃最近一天的这个价格走势最大的股票 从这里这两个部分来看这两部分可以结合起来看 呃然后接下来我想给大家说一下 关于这个market summary 它是这个市场的总结 呃这部分它是想要告诉大家 呃整个系统就是整个stock track这个软件的系统中一些最常见的etf使用指数的摘要 接下来让我来举例说明一下如何购买或者购买股票 呃首先我们先滑到页面的最顶端 然后点这个trading这一块 然后再点这个stock 然后的话在action这一块大家就可以选择你是要买还是卖掉你想要想要买卖的公司 然后比如我们现在点买 然后关于symbol这一块的话 大家就写呃你想要投想要买的买的这家公司的这个symbol 比如说苹果公司我们会把写他的apl这是他的symbol 或者说如果大家不知道这家公司的名字的话 就可以直接在这里写写出那个公司的名称 然后找那个匹配的公司 比如说苹果还是还是给大家说苹果公司 apple 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呃看找到这个这一块 比如说这里会显示出公司名称还有公司的logo 然后这一部分会写出呃呃呃呃 当前的报价比如说包括买卖价和今天的范围呃 然后这一块是呃每日这是每这这一块是每日的效果图 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讲关于第三部分就是这个数量 你要买的这个公司的股票数量 比如说我们我们现在假设我们要买十股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点这个preview就是预览 这一个点了预览之后你可以从这个列表中来来找出你这家公就是你当前的一系列活动的一个总结 比如说你是要买然后你要买十股这家公司 这个意思是确认的意思点了confirm之后呃呃这里就会显示你已经成功买了呃苹果公司的十只股票 然后你可以你可以点这个reorder就是看就是呃点了这个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你整个这个买了就是你的购买记录 然后或者你也可以去呃再去点这个按钮的话你就可以去重新去购买其他你想要买的股票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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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